大家好,我是山小妮 今天想用天然酵种做几个贝果 制作过程非常的简洁干净 对于我这种经常或细腻做欧包的人来说 做贝果真是很愉快 用酵母粉的话,直接法 海绵酵头的方法都很快手方便 用天然酵种做会别有风味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今天是用的固体酵头 也就是水粉笔为50%的酵头 也可以用100%水粉笔的液体酵头 用到的材料主要有高筋粉 盐、活性麦芽粉、大麦糖浆 关于甜味剂的选择 小高姐在她的贝果试评里有详细的解释 我也学到了很多 活性麦芽粉还有大麦糖浆 都特别适合低温发酵的面团 产生的甜味更柔和 厚味也更浓 我也用蜂蜜替代过,也挺好吃的 另外德州农民多年前 写过天然酵种贝果的博客 用的是低温冷藏发酵法 也非常经典 我这次的做法稍微有一点不同 全程都是室温操作 大概在20摄氏度、69华氏度 晚上的时候把各种材料混匀 用厨师机最低档 搅拌大概8-10分钟 被滚的面团相对比较硬 然后稍微滚圆放到容器里发酵一碗 是的,我是做了一个基础发酵 第二天一早 基本发到了两倍大 然后把它等分成6份 不需要干粉 既不粘手也不干硬 真好啊这个面团 按照你喜欢的方式把6个小面团都滚圆 然后静置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一个烤盘 放上烘焙纸 上面撒上一些粗一点的玉米粉防粘 因为面团在烘焙纸上发酵 还是会有些黏 也可以把烘焙纸剪成6份 每份放一个贝果 煮的时候直接放到水里 看你觉得哪种方便就好 给贝果整形也有好几种方式 比如最简单的就是用手指从面团中心 按压出一个洞洞 然后转着圈的拉伸 拉到自己喜欢的宽度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擀面杖 先把面团擀成长方形 然后把它卷起来 搓成和擀面杖长度差不多的长条 再把一端擀平 手尾相接 包裹粘合起来 第三种不用擀面杖 就这样按压一下就好 然后也搓成长条 手尾接好 我现在很喜欢第一个方法 超级简单 也不用过度的排气 全部整形好以后 继续室温发酵大约1到2个小时 如果你想早餐就吃上贝果 那就稍微早一点起床整个行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流程 煮贝果 在煮之前先来测试一下 用一碗凉水把贝果放进去 咦 怎么沉底了 用天然酵种做贝果 比酵母粉发酵显然要慢一些 一开始如果对发酵程度把握不太好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做个参考 我刚开始用天然酵种做贝果 测试了几次都沉底 没关系 用厨房纸擦干继续发酵 然后找到适合的发酵时间和状态 贝果面团拿在手里的感觉是有些轻盈 不是那种死面割的那就对了 不管是什么面包 发酵都是需要控制的 每个面包有自己的风格 相对而言 贝果是发酵程度比较低的 虽然它不同于软面包 但是也不要变成烤饼 嗯 这样飘起来就对了 可以开煮了 稍微准备一下 首先先预热烤箱到450华氏度 230摄氏度 我会用到大麦糖浆 小苏打 撒在贝果表面的综合调料 然后一个空烤盘 和一锅水 还需要一个漏勺 煮贝果是制作贝果最为独特的一个环节 它的作用有几个 一个是把面团表面的淀粉煮熟 烤的时候不会膨胀很多 成品就更紧密 吃起来也就更有嚼劲 还有就是煮过的贝果 高温烘烤以后 表皮会非常光亮 刚出炉的时候也很酥脆 通常每一面煮30秒左右 然后捞出来 放在烤盘上 可以撒上自己喜欢的调料 芝麻 奶酪都可以 也可以在和面的时候加入葡萄干 蔓越莓干 变换一下口味 煮好贝果 直接放到预热好的烤箱 大概烘烤20分钟 这次的贝果太饱满了 好像发的有点大哦 怎么吃呢 今天换一种口味 新鲜的马苏里拉奶酪 几片西红柿 一点罗勒叶 盐 黑胡椒 橄榄油 意大利香醋 如果你喜欢 欢迎给我留言和评论 分享好吃的贝果面包 谢谢收看 下次见